这样大规模的示威实际上是33年来的第一次 我们都记得1989年中国政府是如何用坦克结束了学生在天门广场上的和平情愿 那么我们也都记得在两年前在香港发生的六个月的大规模的示威 那么这些都禁不住很简单的政府的警察军队的介入 我不认为这样的示威无论是发生在中国还是香港 还是任何属于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 能够有对政府能够构成任何威胁 因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反对势力 没有组织没有纲领 没有任何的这个政治的这种明确的政治诉求 所以它很难真正形成对政府的威胁